欢迎收看《非诚每周》 我是代班主持人雪桥 欢迎我们的新闻评论员 曾世平小姐 曾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上一周其实有很多新闻都出现 都上了热搜 包括特朗普案子 包括什么时候开审 但是有一条新闻 特别抓我的眼球 就是美国的司法部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数字说 调查特朗普案子 Jack Smith上任首四个月 就花了920万美元 好像说我也查了一下 好像说如果这个调查的结束 可能会花到2000多万 我觉得这个数字 反正就我来看 我是挺震惊的 就是上个礼拜我已经说过 这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对 我当时想 有什么意义吗 我就觉得从政治上来讲 你们打来打去都没关系 你不要花我们的钱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钱 再有一个 我觉得特朗普挺悲催的 从他不上任开始 从他竞选开始 就基本上每天一个案子出现 对啊 我觉得他的律师也很累 而且他应该给律师也很多钱 然后赔偿也很多钱 据说他这些官子加起来 他已经花了4000多万 比他竞选的钱还多 我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的 被人要拿来做文章的油桶 他好像是有那种体制 热搜体制的感觉 他就没停过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细数一下 咱们看看都有什么案子在身 首先就是纽约州那边出来的 丹尼尔斯的案子 封口费的那个案子 对 这个案子是2016年的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 然后后来被爆出来 它是第一个站上的这个官子 然后在这个官司当中出现的 他涉及的那些伪造商业数据的 这个案子 这个才是更大的事 把这个牵扯出来了 然后还什么就是跟大学有关的 好几件事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封口令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性侵指控 对 性侵指控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几个人全都最后撤诉 我就不太明白 作为一个女性 如果是真的 你很勇敢地站出来 这个我支持 但是没什么样子 咱们还要撤诉了呢 那到底是真还是假 就像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当年的这个 刷新额选州长的时候 这个是很难的 好莱坞有一群女的站出来 说她怎么骚扰我了 那后来就都不了了之 就是我不明白 他们的这个思维 按我们东方人的这个概念 你只要你站出来了 你说就是这种事 那你就应该有个结论嘛 不不了了之就没了 您知道这个 还我还真看到一条新闻 就是因为上一周 前两周的时候 丹尼尔斯案刚刚说开审的时间 定在了明年的3月25号 那丹尼尔斯就说了 说终于 就是可以 她不再一手遮天 有这么一句话在新闻上 她这么说的 是不是这些女性受到了一些压力 最后导致她们有这样的 我总觉得 不管是 就是她每天 平均每天一个案子的话 如果这些 我觉得是她的敌人真太多了 她的把柄也太多了 所以不管是说政府拿 就是当现在的政府 民主党的政府 拿这个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来攻击她也好 还是说她本人拿出这个费用 来打这个官司也好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 肯定没意义 而也都说了 特朗普说 就算是我被定做 我也要参加竞选 对 而且她现在所有的指控 她都是否认的状态 然后开庭的保安 连保安都算上 这些都是钱 都在我们交的税里 因为这个政党之间的攻击 我就不知道 只要特朗普这人还存在 就不能没消停的 停止不了 肯定还有永远的话题 对 它是永远的话题 而且它有一个外号 现在算是一个别称 就是调查特朗普案子 要缴特朗普税 所以我觉得老爷爷 也真的是属于 打不死的小强 这么多案子 什么西安曾经也告过他 就是你把我赶出白宫 然后这是媒体的 然后商业纠纷的 然后刚才你说过 这税务的 还有行政令 对 我觉得他挺悲的 但是他战胜的这些官司里面 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国会骚乱案 还有一个就是他海湖山庄的 他私藏秘密文件 对 秘密文件 对 这两个是 应该是Jack Smith 这个特别检察官 我们着重调查的两案子 其实我觉得海湖山庄这个吧 到底证据是不是 这个把握有多少 十分还是七分还是八分 我觉得历代的总统历届 拿了点东西走的 没有的都拿 因为他要写回忆录的嘛 其实我觉得特朗普的回忆录 应该很多人愿意看的 应该有很多故事 这个故事 就像咱们刚才列了 那么多的官司 每个官司都能写出好几篇来 对 这个海湖山庄这个案子 我觉得 它应该是可以不了了之的 最后 因为历届政府 历届总统 都有这种问题 不是光他 再有一个就是国会宣装 我觉得国会的那个 骚乱的案子 证据确凿是他指使的 那就抓呀 关键是肯定不够确凿 现在是据说 他这个国会委员会 调查他这个案子 用了18个月 非常详细的调查 然后是美国史上调查最严 然后也是历层 18个月 咱们按照一个月 得花多少钱呢 所以我心疼了 心疼咱们的税 纳税人的钱 确实是我上网去看 专门有个网站叫 USspending.gov 在那个网站上 就会看每个部门 花费多少钱 都是从哪来的 这个我们可以去查到的 然后还有那个加班费 对 还有加班费 然后宵夜 还有安保的费用 对 对 我看Jack Smith的那个 他的整个安保的费用 好像160多万 还是100多万吧 反正是 他要那么多干嘛 就是为了保证安全 保证他的安全是吧 怕他被人做了 这个我觉得吧 政治是蛮危险的 对 他这边怕 特朗普那边也会怕这样 对 所以特朗普为什么花了4000多万 比他多 对 他自己的钱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政治团体 也帮他花了好多钱 帮他了的 对 对 他还是很有一些铁粉 确实是 像他 但是他另外一个案子 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能不能盼到他这个头上 就是关于佐治亚洲的 他当时是输给拜登了吗 然后他 据说是有电话录音 然后这个录音呢 就说 你一定要让我赢了拜登 就跟当地的那个官员说了 这个录音就被送上去 然后这个案子就 就又骗成了他另外一个案子 人要是被盯上了 倒霉吧 喝凉水都酸牙 反正现在呢 现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案子说 据说他会面临十项的罪名的指控 反正加起来吧 都是话题 可能都是话题 对 但是对他之后 他宣布他又2024年参加竞选了 您觉得会是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多一点 我觉得你要是抓他 估计他拥他的人更多 为什么呢 这个民众的一种叛逆啊 虽实在的 现在老百姓 尤其是民主党的政府 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 然后老百姓生活还都 就膨胀嘛 通货膨胀 老百姓生活质量下降 然后你再抓他 这些本来犹豫的人 可能就有逆反情绪 人都有逆反情绪 也许就会更支持他 所以这点就是 怎么说呢 你要想抓他 你必须有确实的把握 否则这个不好收查 对 反正这些案子 他现在都罗累在这了 对 这个刑期包括他的筹拔 但是每一个案子 他都可以拨 他每一个案子他现在都是 我不认 我不认 对 他都可以拨 只要他不认 你没有办法嘛 这个东西 我觉得特朗普 他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我最早知道他是 看他的那个真人秀嘛 我比较期待他将来的这个回路 应该是蛮精彩的故事 那上周其实在我的朋友圈里 还有一条新闻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也是很多人关注 就是关于UFO的这个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呢 是上周三是美国的一个 它是一次级委员会来召开 跟美国有前军官在一块 然后他们一起来说一下 他们在就职 他们在任的时候看到的 和经历过的 关于UFO跟UVP 这些不明飞行物体 这些事件的一些 其实这个应该说 不是说你关心 我觉得所有的人 就是看过电影的 看过ET的 看过那个Black Man的 都会关心 觉得这外星人是都这样的 他会觉得很 首先要看ET 我就觉得蛮可爱的 对 他那个设计很合 但是你又看那个Black Man的 你又觉得有的很恶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外星人 都跟ET那样的 就是这几个军官作证的 好像他们觉得就是那种 其实那个我觉得是 斯比尔博创造出来的吧 他的想象 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根据电影去做的 而且说在这个UFO是一直以来是人们热衷于探索的一个题材 加州的一个学生说 我们到51区 51区是美国的禁区 内华达州吧 好像是 然后呢 好像不远 我记得 说上51区 我们去直闯51区 最后来了100多人 本来说好几万 最后来了100 那51区那些 全部只写着不许进入 那是军方阵地 我觉得他们也太放肆了 中国的那个禁区你敢抢 你敢进去 那不是说罚你1000美元 他那个美国的那个写着 禁了就罚1000美元 那中国那些把你抓了呀 你凭什么闯这个军事禁区 对 这个就是 您刚才提到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 这个三个军官他说的重点是 美国政府在刻意地掩盖 关于UFO UAD的一些事件的一些报告结果 我觉得吧 在这个UFO的这个探索过程中 还不成熟 不能够说 说完了你说 要让老百姓害怕呢 还是让老百姓高兴呢 没有结论其实这个事 对 你没有 你没有一个结论 说有没有这个外星人 我觉得有 因为霍金说过 不要去探索 你们探索了会很危险的 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 对 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你不可想象外星人 真你跟他联络了 真的会出现的东西 是你没有办法收场的 对 就还是我刚才想到了 那个三体小说 真联系上 那个外星人可能就是 那个五维生物 可以把我们改变的那种 其实外星人本身 他可能就不是说 像电影里的那种眼睛 可能只有一个大眼睛一个头 然后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形式 有可能是爬虫 有可能是这样 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的 可能让你很失望 也很恶心 你想想这种人 你跟他 他智商万一还挺高 你说你跟他怎么沟通 咱们就凭想象吧 我觉得还是霍金说的对 别探索 而且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两个党对于这件事 意见非常一致 他们觉得这个是国安问题 其实从国家角度也好 从安抚民心的角度也好 我觉得不探索是比较对的 那狂热分子 你就先你外边去玩吧 对 如果特别感谢你 去NASA 他们在那个巴萨丁 有一个这种tour 就是这种你可以进去看 看看这个太空 他们探索到什么程度了 这也是一个方式 而且虽然在的 这个外太空的事 我觉得我这一代 我下下一代 再下下一代 都说不清楚 操纳心干嘛 不操这些 不过确实是 国防部说的是 他们现在有很多 好几百个报告 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 他们没法说 就连那个尼斯湖怪 你都想象不出来 还别说太空了 就还在地球上呢 所以也没有 不太靠谱 那就别去操热心 对 其实靠谱的 我们看见实在的消息 咱看下一条 下一条是看到 那个麦康奈尔上周 也上了热搜了 我在朋友圈里 看到好多截图 就专门把他那个动图 就发出来 因为他上周 在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突然间停滞 停滞了 他是双手紧握着演讲台 然后30秒钟一动没动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也没有反应 也木然 对 对 然后他身边工作人员 上去询问他之后 他短暂离开了 休息了一下 然后才回来进行打记者 问这个环节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美国这个太 有点说不过去 从佩洛西前议长开始 大多快90了吧 然后拜登总统 然后特朗普总统 然后是共和党的 这个麦康奈尔 全都上了80 都是巴巡老人 就是我们的概念 我觉得 咱们讲了70不留宿 80不留饭的 他们的这个医保条件 真好 我觉得这么个年纪 应该是一样偏年的时候 你还在这个第一线 在这战斗着 所以说这个 其实我很疑惑 就是美国这个官员 他还有退休的上限吗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退休 美国的政策 就没有退休的这个限 就是说我觉得我还身体还可以 我就要继续做下去 你不能说 因为你70了 你80了 你就必须要退休 这不行 这叫年龄歧视 那再不年龄些 咱靠谱点 你们这个50多的60多的 怎么就不静静笑 把这个老爷爷老奶奶都换下来呢 你让他你看那个麦康奈尔 对 他就完全就是那个时候大脑当机 对 对吧 他自己说他之前摔过一次 对 拜登 他不是摔一次的问题是吧 就若干次 然后说错话 摔跤 那个杀带 杀带 对 杀带 就麦康奈尔说 我没有杀带 我能完成我的工作 他当然说他好 首先他不想离开这个舞台 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真是觉得 哪怕就是你打的什么兴奋剂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强身健体的保养 你都是80多了 应该这么说 不可否认 你的大脑 你的身体 你跟50多等 你是没有办法比的 你的脑瓜肯定不灵活 没必要 或者是他 因为这个 他在这个位置 他能行使的权力 让他更有成就感 可能是 而且他后面一群 就等着啃他的人 这个啃老 可比咱中国的啃老厉害多了 对 但是像特朗普 他如果他竞选的话 他也是80岁 对 拜登也要参加竞选 咱也不说老人 老人就不够这个什么 家有一老还是一宝呢 但是就是说 你该这个老人 你不是去做这种 超出你身体能力的 或智力能力的这个工作 你咱退到一边 当个顾问行不 你起码你不用那么累 你看看麦康奈尔 都这样的 然后还回来还告诉我 我很好 你觉得 我觉得我挺心疼的 这老人家呀 对 但是怎么说 我之前查了一些信息 就是美国联邦的这些官员 除了总统退休之后 能够保留他这个级别的待遇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是按照普通的 就你爱干嘛 该干嘛干嘛 对 比如说当老师了 对 待遇 比如说你像那个叫什么副总统 特朗普的副总统 彭斯 彭斯 不就回他那地方 他原来州长 连州长都没了 就当个老师或者当个什么 反正这个我觉得也对 你总统在那位置下来 你要这样的话 我得这个纳税人得付多少 这么多总统 我得付多少安保啊 安保建总统的博物馆 对 然后医保 那这些都是纳税的钱啊 你40多届总统 当然有的都没了吧 有的都没了 还在的呢 那不都是要这样呢 而且他们还挣钱 还起回忆入 对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 一种权力的魅力吧 你看彭斯他也要 他也宣布他要竞选 下一届总统 对 今天咱们听到的消息就是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 远远超出所有的竞争对手 哇 共和党 我看了一下 好像有12位竞争对手 对 一共要跟他竞争 然后民主党其实只有三个人 要参加竞选 就是比例 共和党的人我觉得 我原来挺看好 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嘛 可是他现在的这个才 特朗普是50%多的选举 他才30几 我觉得能打不过特朗普 对 说实话 看了这些候选人 然后看了这些名字 我可能比较衍生一点 我就认识特朗普跟拜登 其他人都是 对 你看包括那个黑力 就是那个 就联合国大使的 才3% 我觉得你怎么去跟特朗普对啊 对 其实竞选总统 最后是民众去投票 那民众看了其实 他所谓的 他认识这个人才行 首先他得混个脸熟 你一个脸都不熟 我也不了解你 原来干吗 就最多知道是特朗普任命 你当的联合国的大使 没有更多东西 你怎么个治国 你怎么这条件都看不到 那最后是不是就80几岁的老人 接着继续打 都80多的 然后麦康纳尔也不走